我们的员工来自四海八方 家人、朋友、生活环境 远离熟悉的家 他们克服陌生与恐惧 聚聚在这里 只会有一天能够带着丰收回去 建立一个安心打拼的地方 是我们的愿望 松川精密过去40年 踏遍世界各地拓展业务 在2020年回来我们最珍视的土地 在嘉义的路草 建立一个我们努力耕耘的基地 一个旅居在外的游泽 返江打拼的地方 卧室为四到八人奔上下铺 空间的设计概念为胶囊旅馆 虽然在同一空间 但却能保有最大的隐私概念 每个床位都有不连风格 休息或睡觉都保有隐私的小空间 卧室色调的设计使用木石卵色调 每个使用领域的照明都能够独立控制 在这里住的人能获得良好的修气品质 寝室内备有充足的插头 鞋柜衣柜的分离 让红室管理上更为简单方便 寝室的门房控制 皆为指纹辨识 提升空间的安全外 寝室间能维持良好的秩序 同人的随身物品都获得安全保障 放心工作休息无虑 灌起室配有数量充足的威力设备 符合海外同人的卫生习惯 踩 蹲 坐 室 马桶 冰箱 上班前的枕装 下班后的梳洗 同人不需要排队 随时间能使用我们的设施 浴室也采用深色的木质色调 搭配暖光头色 同人都能感受到温暖与放松的氛围 此外 场区使用的冷却水 透过良好的回收 转换为日常的热水供应 卧室的设计概念为行履室套房 两人一室的空间 提供舒适安静的环境 拉上隔联就能获得安稳的小空间 独立的书桌 增添办公室处理事物的机能 透过温暖色调空间营造温馨感 每个房间都备有独立阳台 拉开窗帘就能提供良好的自然采光 床边皆提供触控室床头灯 提供暖心气氛外 半夜起身也不用摸黑进行 管理干部 卧室为独立卫浴 空间宽敞简洁 干湿分离 让环境保持清爽 如果有行动不便或是身上的同仁 宿舍也备有无障碍套房 出差之余也能够照顾到不方便之处 高阶主管宿舍为独立房型 空间各为宽敞 房内备有沙发 休息区适合静坐思考与决策大小事物 宿舍除了住房外 我们还提供了用餐环境 宽敞的空间可以容纳所有的住场同仁 餐厅使用红灰白色调 采光明亮 简单好整理的厨房 以及 共同人能够自行料理的 空煮家电 用餐时间外 还能够料理自己喜欢的家乡食物 台籍与外籍与共同人各有独立的教育厅 教育厅备有歌唱音响与点歌系统 我们把海外当地歌曲都放进系统里 同人休息时可以在时点唱家乡的歌曲 或是日常的聚会使用 迎宾大厅将宋专企业精神融入空间一项 融合户外景观旨栽 象征宋国常青 以灯具重组交织 营造川流无息 入厅就会看到宋专可爱的吉祥物 阿虎 代表着我们永保青春活力的态度 一盘的展示柜就是 松川值得信赖的主力产品 二楼办公区有大型会议室 训练员工皆位于此 展示区摆有松川各项认证奖章 与专利证明 四楼是松川的联合办公室 井陵无城市生产线 内部以黄南设系为基调 办公室增添活泼的样貌 整个空间采开方式 团队可以无距离协同工作 提升工作效率 全场使用LED灯具 整个厂区更为节能省电 灯具照明用时间与人体移动控制开关 智慧控制减少不必要浪费 我们每天有三个时段 共同人休息 到这个时间 同人就会陆续进到这个休息区 给自己一个放松的moment 再回到生产线努力的工作 除了宿舍餐厅外 厂办的七楼有备有大型的餐厅 嘉义山海景观尽收眼底 中午沿着厚名长廊进入餐厅用餐 餐厅设计依然是红白与木质色调作为基地 线条的延伸让空间变得更宽广 共餐动线也是很讲究的 同人可以快速的取餐 马上到达座位区用餐 少一点等待 多一点享受餐点的时间 餐厅除了多人座位也备有高八台 独享一个人的时间也是很棒的 海外同仁都在享用完午餐后 在餐厅休息或把握时间跟故乡的家人视俊聊天 不想闷在室内就出去吹风 推开门就是屋顶花园 远眺阿里山脉 或者夕阳美景 夕阳西下犯着暖黄光芒 同人带着辛苦疲惫的身躯 可爱的笑容 回到宿舍充电休息 云天又是一个活力的一天 打造舒适的空间工作才能很卖力 家一样的工作环境